他叫米纳瓦尔阿卜都 是新疆为数不多的古籍修复师之一 从业至今 米纳瓦尔已经修复了十余本古书 2009年 米纳瓦尔第一次接触到古籍修复工作 从那时起 他就对古籍修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8月27日 记者在新疆图书馆古籍修复室 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米纳瓦尔 每一本古籍是 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个 很珍贵的一个文献吧 我觉得 所以我们要 这个方面放到第一尾 把文献保护好 整理好 修复好 延长他们的生命 每一本古籍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通过一本古籍 我们可以了解那段历史 今年累月 很多古籍已经破损 严重影响阅读 而米纳瓦尔的工作 就是修复他们 让古籍重获新生 让那段历史重现时间 2010年9月 米纳瓦尔惊人介绍 认识了中国著名的古籍修复大师 杜伟生先生 并拜他为师 米纳瓦尔告诉记者 从那时起 挑战就开始了 刚开始三个月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语言方面 然后那些专业上面 困难特别多 然后我们那个杜伟生老师 就是一步一步给我教了 刚开始不会把 直接把那个古籍给我 就是那个白纸 给了一大堆 然后让我折 然后让我裁 裁完以后就压 然后顿旗 就那个阶段好像花了 几个多月的时间吧 折 裁 压 敦旗 吉哥在常人看来 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米纳瓦尔却花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日复一日 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这为他日后的修复古籍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古籍修复是一个 特别枯燥的一个工作 一定要内心 然后我就做到那 就给了一张那个 书页 我可能修了一个星期 我那时候手也抖 就是想到修坏了怎么办 一个星期就修了一夜 从刚开始的手抖 到今天的胸有成竹 从修复一张书页 到今天的修复整本古籍 米纳瓦尔已经能够熟练地 完成古籍修复各个环节的工作 她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刺鼻的味道 也习惯了工作时的孤独与寂寞 有些人根本不了解这个修复 第一方面它就是特别脏 就是细菌比较多 古籍那个散户就是枯房 一进去以后就一种味 你们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古籍 指古代书籍 一般指1912年前 具有中国古典装针情势的书籍 据中国国家书馆 2012年的统计 全国共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 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 而与庞大数量的古籍相比 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 却是粪毛麟角 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 不足百人 以后我继续做这项工作 要提升我的学习能力 我也是不断地要学习 关于修复方面的知识 希望以后我们就多培养一些人才 能多去内地去交流 修复方面的那些知识 参加一些培训 就培养一些我们将来的那些修复事